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的资源不够啦 电的资源不足啊等等 我想这些都不是考虑的因素 马祖过去地处权限 现在的角色非常的尴尬 一国两制 两岸一中 台湾独立 金门马祖到底是什么 尤其中共最近执行了海系计划 由平潭 那么直接要开船到台中港 基隆港 台北港 那么严重的已经把马祖边缘化 金门现在观光 元素已经突破150万 马祖现在萎缩到个位数 所以我想政府应该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很尴尬的是在民国89年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制定了离岛建设条例 第十条之二 里面 民政的规定呢 要设立国际度假村 那么在度假村里面 可以设置博弈事业 那么 连江县政府 依法行政 那么实施 博弈公投 公投法已经通过了 我们好比 离岛建设条例是一老母鸡 老母鸡在生了一个蛋 博弈公投法就好比这个鸡蛋 现在这个鸡蛋要孵出来了 那么孵出来干什么呢 孵出来 我们要订定博弈专法 所以写生也代表 马祖地区 将在这个月底下个月初 要提出博弈的立法 所以 我想朝野 在这个部分 请各位三思 马祖未来何去何从 中央政府 一年补助的经费在十几亿 看起来很多 各位 观视一下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一兆八千多亿 当然 给马祖不少 但是又特别 又定力了 这样子 我看起来 这种东西 对 我看起来 这种东西 我看起来 这种东西 对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